大家好,昨天呢,我呢,讲的那位杰克的故事吧 群众,人民群众遭到极大的反响 纷纷有人留言说大声啊,不要跟这些不道德的人相处啊 敌我跟他则是偶尔交流一下 还有说什么,太不要脸了他,什么渣男,什么不道德,他自己就想学坏 这位留言叫Murik JP说什么呢,这有意思 他说,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事负责 不是环境让杰克成为渣男 是杰克自己选择成为那样的人 不论钱或人,赚不该赚的钱 或者因为密意去获得女色 这是个人道德层面的问题 大部分男人都想成为杰克那样的人 只不过他们没有机会 明白 就像人,你想不想当贪官 啊 大部分人都想嘛 只不过你当不了贪官 知道吗 美国的官员,美国的那些官员不想当贪官吗 啊 我就问你 你不想当独裁者吗 每一次就人性,人性本恶,每个人都想 当独裁者怎么样 你真以为那几个什么 真以为天天有人跟你读书什么上 上课给你怎么,哎呀 自由民族 我说我每一个人都想,但是 要想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 必须要有法治民主啊,等等这些系列啊 就是分权自衡 每一个人都想 人性是靠不住的 人性是不能被考验的 不要,不要说什么 啊 当然我不能再跟你讲深入的 再讲深入的 你这个固有的价值观就是完全 分崩离极了 没有 你这个 说这个 杰克自己选择成为那样的人 杰克没有找女的强奸了 没有要求的女的跟他上床 自愿了,那女的自愿了 每一个都自愿 知道 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那美国不这样 你现在开着南波基尼到诺杉矶海边 到纽约任何地方 整个美国的任何地方 只要是年轻人多的地方 你早上七老八十的你也看不上 你跟七老八十的上床 你去看一下 我告诉你不出一个星期绝对有女的 绝对 这个世界 我不是说所有女人这样 我告诉你 人性就是这样 大部分人就是这样 你不要 还有一位观众说什么 我说大部分的 还有说吗 给你个建议 着装拍会员视频 会让人觉得专业 影片都会留下痕迹 另外金字塔分三层 有的人在不同环境中仍然保持个人的人品和青年 包容 爱情的忠诚度 这是考验人的人品 你指的有的人只是少数人 我没有否定少数人 我没有说全部 我在视频开头就说大多数人 知道 大多数人 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中是经受不住考验的 你不要说别的吧 说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离婚的多 中国人的台湾人移民到美国离婚的不多吗 哪个国家移民移民到美国离婚的不多 啊 因为环境变了 对不对 就跟你老公呢 你跟你老公现在的话 二十几岁结婚 因为你老公现在在美国一年就赚5万美元或者说3万美元 对不对 那你老公如果赚了30万50万美元一年呢 他还会选择跟你吗 你自己想一想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 真实的世界 你不要问我 我怎么想 我是想的很美好很理想化 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30万50万美元一年呢 如果他还会选择你吗 如果你老公赚300万500万 一年 他还会选择你吗 什么人性 这就是人性 知道吧 或者说你你现在长成这样 你现在你看 二十二十七八了吧 要嫁了 这要不然30岁 嫁了就困难了 所以你就走了这老公 你如果美国天仙 你又21岁22岁 你还会选择你现在老公吗 跟他结婚 你不找个好的吗 这叫人性 大部分人不要跟我讲少数 少数什么比加索啊 什么什么 什么托尔斯泰呀 什么文学家 海明慧呀 你不要讲到少数 我跟你说那些少数呢 跟咱普通人关系 都没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说再说一句话 什么 有钱人底层人 中产阶级 若有一妻 亦夫多妻 那是因自己的欲望过多 哪里去 这是本性 生物学的本性 基因就注定了你这样 你不要说你不是这样 你如果不是这样 那你绝对骗人的 我就可以告诉你 基因就决定了你这样 就像你现在 要吃饭 你不要跟我说我不吃饭 你不吃饭你就饿 本性就是这样 动物本性 何为快乐 何为幸福 经过一些事情你会明白的 没办法 没办法 我这个真的是给你精心 听不了 听不了 因为这听不了实话 听不了这个赤鲁鲁的 真实的话 就像我做共产党 我一做共产党 哎呀 实话讲 那些 挺共的人 哎呀 不行 难受 不能骂 实际上我骂共产党 跟他一点过一都没有 我现在呢又讲了真实的人生 真实的人类世界 许多人就觉得 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生活的这么美好 不要这样 那是 那些人你要看到那些好的 那些好的少数 你都承认好的是少数 那大多数的 不是这样 给你个忠告 中国的底层的人没什么好东西 听那些悲苦或者渣男的剧情 无异于你 忠言利咬 首先感谢你的留言 我对你的留言并非批评的态度 感谢你的留言 感谢你 你经常对我进行留言 非常感谢 第二个我跟你说 这个我解释一下 杰克他在他爸还是 当地一个小官员奥巴手 在中国不算底层 不算底层 因为你的那个生活的 环境 限制了你的想法 明白 你生活环境无法 认识到 更多不同的人 所以你认为你的价值观念 周围的人都这样 哎呀 都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的 周围 因为你都是那个阶层的嘛 都是那个文化圈的嘛 都是那个 就是说 无论你是 无论你是 就比如说你是 干个IT 或者是个董事会 老板 就你那个阶层 就限制了你的这个 对社会的考虑 因为社会中还有很多的人 不是你这个阶层的 你接触不到 是不是 但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还有我跟你说 现在的不要说中国 包括美国 任何国家 许多都是女的志愿的 志愿跟那些 有权力的 有钱的狗 我再跟你说一个 史 真实发生的 一个空姐 跟中国的一个富豪吧 有钱人 搞 搞一次给他 五万人民币 现金了 五万人民币一打 然后呢 他是年轻的时候嘛 后来呢 他 年纪大了 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怎么样 那 当时呢 二十二三岁的时候 当时那个富豪 跟他说 包养他 没搞一次给他五万块钱 包养他嘛 结果他不愿意 等到他 结束了之后 这一切都结束了 然后 相当于 也不能说人老族黄吧 而是说呢 富豪已经 不再想 跟他上床了 因为还会有别的 更加新鲜的人 然后他就跟我讲后悔呀 他说 真的 真的是后悔呀 更衰稿不是稿啊 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世界 不同的人 他不是跟你一样的生活状态 他有 他有 穷的实在不行了 他有的是 他爸他妈就是抢劫 抢 抢劫犯 就是杀人犯 他有好多的就是说 出门连个家里面连个摩托车都买不起了 还有好多的是各种情况的都有 不是说你们都是 因为台湾大部分已经是中产阶级的 台湾大部分人是中产阶级 所以说 再加上台湾整个福利制度 保障的是比较好 所以台湾他这个 他还没有领略到人性 而且再加上台湾这个民风民俗啊怎么样 我觉得 就不太好意思 一听到我说这些话就感觉 哎呀 太赤裸裸了 什么 对不对 美国不这样吗 美国难道不这样吗 美国不这样 我说大多数美国不是这样的 你到美国的好的社区看一下 他们的男人女人是不是漂亮 是不是帅的 事实就是他们结婚了 那你说那些 夫人区的富豪 为什么不找一个丑的 你告诉我 你不要听他怎么讲 有几个 那些美国的国会议员 天天说什么不要种族歧视 美国的富人说不要种族歧视 你看他们住的地方 有黑人吗 有黑人吗 比亚拜斯巴菲特 扎克扎伯格 他们住的地方有黑人吗 他们愿意跟黑人住在一块吗 他们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他们的想法 明白 你不要说说别的都没什么意义 你要看行为 是不是 我我我没我没见到美国哪个富人去说富人 或者说中产阶级以上的社区找老婆全找丑了 那老婆里面全丑了 我没有我没有见了 真的 那你跟我讲美国美国那些 有产者他们找到老婆是什么 美国那些无产者贫民窟 你到了贫民窟里面英格丽雇的我去过 Sauce Gate那边我都去过 你看那里面的女的长什么呀 美国人心里面想什么 啊 老有人说我是中国思维老有人 现实是不是这样有人说哎就是因为加州这样 德州你去德州富人去贫民窟我就不信 去看一下是不是 不就说不叫富人就有稍微有一点钱了房价稍微贵一点了 那女的 长的一定比那个 贫民窟的那女的好看 妻子的选择吗 我说的真相为什么要反对呢 我说大部分大部分 总有一些 总有一些是属于异类嘛 我说大部分 慢慢体会这个世界他是 因为这就叫做这就叫做人 这就叫做人 不要用你认为的少数 去否定大多数 知道 就像你不能看美国 一看就是 比复利山说好莱坞 全富人 房价500万美元 就以为整个美国都这样 那能吗 那一到中国的话 一看 上海高楼大厦 北京高楼大厦 整个美国都这样 整个中国都这样 都有钱 都开法拉利 能吗 大多数 OK 拜拜 拜拜